中國和菲律賓的船隻又在南海發生碰撞了 飛方指控25號有一艘向漁民補給物資的人道船 遭到中方碰撞還發射高壓水炮 那麼這樣的攻擊也導致船隻引擎故障 必須要被迫放棄補給任務 但中方則反控是菲律賓非法闖入在新的 那麼這也是雙方一個禮拜之內 第二次發生的船隻碰撞 轟然一聲巨響 中國海警船撞上菲律賓船隻發出刺耳摩擦聲 隨後倒退撤離 飛方人員趕緊拿出手機記錄 但這還沒完 高壓水柱來襲 飛方視線嚴重受阻 引擎也因此故障 中飛南海衝突越演越烈 菲律賓25號表示一艘人道補給船在仙兵暗殺附近海域遭中方多艘船隻包圍衝撞 被迫放棄補給任務 譴責中方的危險行徑 不過中國也有一套說辭 飛3002號船無視中方嚴正警告 以不專業危險方式故意衝撞中方正常執法的海警21551艇 導致發生擦碰 責任完全在飛方 這是雙方船隻一週內第二次在南海發生碰撞 兩邊一如既往各指一詞 另外菲律賓也指控 中國戰機過去幾天 兩次對飛國巡邏機發射照明彈 嚴重影響到飛行安全 中飛在南海多地主權重疊衝突不斷 雙方在7月下旬就飛方在仁愛暗殺的物資運部達成臨時新安排 不料才過一個月又接連發生摩擦 也讓南海局勢更加險峻 邱凱文編譯